HTML 前天大造简介中应对照 HTTP colon slash slash www.alibrary.com slash category slash category 6 slash C63006.HTML 先天大造简介 中应对照 先天大造简介 以何谓先天大造 2. 与我有什么关系 3. 求道4. 求什么4. 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 5. 具备什么条件 才可以求道6. 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7. 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 以何谓先天大造 先天大造 又简称道 我们若仔细地去观察 心跳开悟之后 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外相皆是杂而有趣 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 也都有一定的法则 各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 就是道 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 即已存在 不曰天天大造 道者理也 理就是真理 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 道即已存在 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 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 道不会毁灭 道因为无取无来 不生不灭 乃代表着宇宙间更补不变的真理 道的本体 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 在混沌未叛之初 宇宙间只是一环灵妙底 无天无地无人 也没有语言和文字 所以我们实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 不大道无明强明约道 我们也是勉强用道 这个名词来代表它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 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 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邪有条不问的运转 这就是道的妙用 道大理为 我们非然无时无刻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 因此在两三千年前 各教圣人应运出示各化一方 针对当时天使地利及众生的根器 留下千经万点 穿下诸多虚恶从善的修实法门 同时也让云云众生认识了明明中 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 或称为上帝 或称为造化 或称为天主 我们称其为道破无生老 均是一名而同意 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 就会了解 天地间食物一物不是导致本体与妙用的合一 因此道非然涵盖各大教门的经义 为天门外教的总源头 确实不居限于宗教的领域里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 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 与最高主宰 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 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道之真意 在先天之天不为天 在后天之后不为后 其大上有可量 其为上有可指 为道其大不可量 其为不可指 不所以大 无不包围 无不入 无所不惯 无所不通 无所不测 贯彻了天地人 万物万类 贯彻了三十三天万 贯彻了天经万点 贯彻了天法万法 贯彻了天教万教 贯彻了天佛万祖 贯彻了我之一身 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意 人 人必须知真觉 一击是人 人与我 我 与人 人良心之行也 此乃万众一心 万 国一家世界 打同 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 二 道与我 有蛇们关系造的宝贵 在于他大而无所不包 细而无所不入 天地生成之后 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 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 各有其时 四时之交 替万物之交 长 各有其虚 而最宝贵的是 各天地万物的主宰 同时也是 我们人 一身之主宰 约性地 使得我们 不学而 能 看 能 听 能 吃 能 动 因此 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智力 更要 回头认识的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天天大道即是性地真传 道的宝贵 并不在于它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 而是在于它平时 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它的本体与妙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 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 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 讯息之传输及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 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做出的动作的能力 却完全不应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 而有任何影响 不论是学士多丰富的学者 或是目不适兵贩夫走足 不论是成人 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 人人与生俱来 不学而知 不学而能 无增无间的良知良能 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 我们有学体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 有忘记的时候 有疏远的时候 而道的本体和妙用 不用学习 不用思考 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校长 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之事听言动 我们有而不知其有 用而不知其用 却有无时无刻 不能缺少它 不增不减 本字举足一切 我们身上固有的道 因为就在我们身上 又称作自信老 我们了解了 各主宰天地万物的道 在我们身上就有 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 无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贫贱 均无分无别 因此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 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 不只认识了宇宙 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 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质底 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 天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 原来不有的是我由天天带来的良知良能 即是我的良心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 天心即是道心 此心无情无相 即是真空 真空之宜妙 空而不空 空中妙有 妙有者 生天生地生人生 万物万类之大分也 妙有者 万灵真在也 主宰天地人 万物万类之真主宰 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 不曰道在无身 一切万能 道理无身 此身在不亦能 先天大道如此宝贵 乃人 人必须追求之道也 三求道是求什么进行观察我们所存在的宇宙 我们往往会散造物主的神奇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 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 我们身上的 各真理部也是一样 每一分一秒 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 不用学习 不用思考其作用 虽成千上万 合起来 却只有一个自我 一切有条 无问 自然而成 道在无身 运用自如 在眼能视 在耳能听 在口能言 在疑能闻相臭 在身能运用情动作是 此即道在我身之妙用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止主宰这天地万物 更主宰我们一身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一身主宰 并非二也 道的本体无情无相 我们肉眼看不到它 手也摸不到它 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 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 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 及造福人类的文明 刺激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 一般人 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 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 便以灵魂代表它 我们称其为自信老 因其没有生命 也不会坏坏 我们也称其为真我 此真我 难是最富足 最圆满 最光明 最完美 永恒不朽的 现在我们来生一看 看得见摸在这 有形 有象的肉体 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 我们就可发觉 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再变化的 我们一般均习惯以相貌肉人 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 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 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 仍是好好的活着 我们的内脏呢 现在科学昌明 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地质入人体 我们不能因此说 的人不是他自己了 就算头的脑细胞 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 不断地在坏死间少和变化之 因此 有形 有象的肉体 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 肉体虽然看似真实 却无时无刻不再改变之中 不需数十年 又变成一堆黄土 因它不是永恒的 我们称之为价我 对于真我和价我 有所了解之后 我们也就可以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 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天天大道 求得的就是三宝 三宝简单明了 三野博大精深 其内容在求到时会详细解说 现在只简单地提出两点 首先 求到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 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 在物质文明远较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 假若迷失真我 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 若是正假为真 更使我们为了忙不满足假我 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 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 因此 求到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 真我 假我 血瓢融合 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 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 其次求到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 又称良心之门智慧之门慈悲之门 个门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 自然由大门离去 如果次门无法开启 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 就可能会摔断腿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 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 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 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 被迫令寻旁门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 因此 我们何以发现到 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 其肉体皆现现山将命恐惧无助 与挣扎之相 求道就是开启我们的生来死去之正门 也就是通天大度 因此 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 求得三宝 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 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 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 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 使人生更有意义 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 得到超生了死的保障 百年之后 回到我们本来不家乡 所以先天大道就是回天之道 先天大道之宝贵 即是千经万点不足一点 此点打开全观正门 佛门 天堂大路 一步直超级的永生之道 此点宝贵 超佛月祖 超金月 点超月天地 得到这一点宝贵 他是诸经之师 诸法之王 诸佛之天地之 不曰超生了死 其的永生 不悔不灭之 天天大道也 此能及世人 人人原来不有的 必须返回天之道也 此求道 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今天很高 请能有 这个机 远求道 能够开启良心之门 智慧之门 通天之正门 这是第一步 这宝贵的道 才能带给我们终生 受用不尽的福之意 离苦的乐人生 在世 遭受种种种之苦恼 就其分源 接起英语 迷失了真我 求道 首先就是 让我们 认识人 人身上 不有的道 照回我们 本走是真智 骗智美 剧族 圆满 永恒 不求的 真我 在日常言 行之中 发挥 真我 使我们 一举一动 皆能 何于理 至于智 骗 自然 不会受 周遭的人 事物所 左右 我们的心 也就不会 患得 患失 心为一身 之主 我们既然 在心境上 有所提升 自然 不会与 邪恶 之事 相 感应 则 不相 随心 转 还可以 改变命 运 趋及 彼凶 朝向 光 明 使 我们 得到 真正的 喜 愈 逍遥 自在 二 若 比 难 自有人 类 文明 以 得来 道的 真意 便 代代 单传 独 受 其 没 落 贯穿 了 早期 的 主要 文 名 如 中国 印度 等 奈何 近 百年 来 人 类 受 物 欲 所 比 在 空 弦 繁 的 物 值 文明 中 逐渐 迷 昧了 良心 甚至 竟相 制造 威力 其 大的 杀人 武器 回顾 数千年 人 类 历史 在 近代 短 短 数十年 间 便 发生 了 两次 世界 大战 无数 小战 伤 亡 无数 滥 滥 用科技 文明 同时 也 损害了 自然 环境 造成 大气 臭 涨 层 之 破坏 全球 性 气候 的 改变 人 心 之 变 但造了 天灾 人 火 连 连 人 类已为 自己 酝酿了 一个 空前 的 靠 鞋 因此 上帝 红恩 慈悲 特将 大道 谱 传于 使 以 万 救 良 善 求 道 以后 我们 时刻 存 这道 心 以 良 心 待 人 处 事 当 遇 有人 力 不可 万 救 的 灾 祸 时 只要 成 心 使用 三 宝 必 能 灾 地 结 逢 凶 化 急 此事 验证甚多 不生 美 举 三 超 生 了 此 人 生 又如一段 苦 乐 相 参的 旅程 遭受 生存 竞争 衰 老 并 痛 死 亡 等 困 苦 人 皆 难 面 而人 间 重 种 欢 乐 又往往 是 短 战 一 变的 尤其 当 旅程 结束时 终 就成空 微速 渺茫 更不禁令人稀毒 畅广 是以智慧者又建于此 乃以超生了死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 为人生至高之目标 古代先修后的 因此 故人为求超生了死 尽必须 尽必生之力 苦 苦 修 苦 行 仍 难以仿得明师达成心愿 如今大道库传 天造后修 在求到过程中 天命明师一指 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 天赋予超生了死的保障 我们得到以后 认识了真我 以真我为主宰 愿离邪心方面 让我们的心念言与行为 无论在人处世 结合于良知 百年之后 真我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 永享平安喜乐 四承圣承贤 求到也就是 为我们种下一个承圣承贤的正因道种 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心尽灌盖它 它必然萌芽开花 结果 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 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 求到修到 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 更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坚善天下 求到之后 只要我们时刻抱着到新良心 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 不计的人得失荣辱 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到的好处 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 敬其一生 精进不屑 则在世集成就圣贤事也 归天之后 必正圣贤果 为无疑 先天大道的宝贵 天命宝贵 天命就是三朝明师 明师一遍玄关开 打开正门佛祖来 天堂飞在我身外 天上地下我都在 此能先天大道的尊至贵至宝也 先天大道 天命宝贵 三朝明师这一点妙之机意 非是在言语文字相声音可得 非是在天经万点上的 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 非是在世智变通上的 非是在佛学材能上的 非是在财高八斗上的 一上皆是生死法对待法 非是超生了死脱对待了生死之法也 此次级的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 其妙集意 此者是无师智 此智是妙智妙惠 此智此惠是我本来不有的 由先天带来的 一集是在找回来天地人 万物万类未生 以前我的初心 即我良心天心到清老心 也先天大道之妙 此妙之贵 妙不容颜 不学而知 不学而能 一集是天天带来的天知 先觉妙用妙能 此知此觉此能此用 不用言语文字声色 不用思想 不用念喉 不用言听事动 而生天地人万物万类 生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 此可分妙也一步开其妙用妙能 不约万灵真主宰也 摄着天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和汉星都乱续 日月无光 亦不能轮转 则阴阳二气不能流通 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 人人皆不得其生存 摄着大底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这荆木水或土不能相陪 则遣向丛生 山峰地裂海水枯干 亦使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 人人不能得其生存 摄着人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寸步难行 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口不能言 总之全身不能动作 一百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 此乃天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 妙是吉宜 摄着觉悟认识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的支持而实行 即是天人和以天人一体治理 绝言妙不容言 不是死后成佛 当体即佛已 不曰如来佛如是佛也 此内的天天大道修天天大道之好处 物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 求道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 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道 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事实上 我们能得文 天天天大道 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 将自古不清洩的大道布传于是 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 另一方面 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 祖上有德根基身后佛缘成熟 才能够顺利求道 此外 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 发一个良心愿 此愿可归纳为三个要点 愿意得道以后 愿意明悸病是建造的精神 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 皆愿意良心作为一归 二 得道以后 愿意能力所提 住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愿意多了解道的意义 并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 三德道以后 绝不将求德的三道告知任何人 三道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 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 若有我们写录给其他人 则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 我们自己也违犯了天律 这良心愿 合乎人 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 所以我本人人都能够做到 真诚实践良心愿 也必须滋润我们求道时 种下的智慧慈悲 清静之正因道种 使他顺利萌芽开花 结果才不至虚度这天在难逢的求道修道良辰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能顺利求道 原因之一极是沾了主德的光 是顾上天开恩 只要我们修道有恒 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 超生得救 我们的子孙义的硬币 对父母祖先尽大小 这是最好的机会 只要具备以上条件 则不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价的人 都可以求道 欲求得天天大道 脱出轮回之苦地欲之灾 世间的穷通受邮观寡孤独生老病死苦 而反天堂永享天伦之乐者 必须我又得欲六万年良辰家旗的幸运 我本人心地善良 我有先天真基深厚 也就是我本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 四季天元 我本人祖先有功德 做善事 四季祖上有德 我本人遇到尹宝师赌佛得道 此佛圆以致 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 或一同有修过宗教今生遇天道降事 一同得道修道 此乃佛圆以致 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我现今正直上天恩开 先天大道普传 正旧良善之时 不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巧 与众生起机为原则 因此修道不会对我 我们正常的生活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这与以往许多人苦修苦练 甚至出家的修行方式有很大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 先天大道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 适应社会的各个阶层 穿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使人人皆有共沾天恩的 文大道的机会 关于求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我们又以下几点来看 以任何宗教没有冲突到 代表着天地万物及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 与真理 不只在各大门创始之前 甚至在天地卫生以前 道就已经存在了 因此任何教门 只要其教义是追求真理及时见良心 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 事实上 不止宗教 只要我们以探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 则自然界万事万物皆能与道稳和与印证 若我们缘由某种宗教信仰 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 也不会是我们背弃缘由的信仰 反而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 有更深一层的体认 二 以良心经为最高规界 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代 背景法律条文及价值观念都不完全相同 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规界或条文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 所以 求道后的规界 着重在我们每个人真我良心之实践 由真我良心主在自己 而不是在经典之背诵上及律法之钻研上下功夫 三 不照良心愿行 有和后果很重要的一点求道 并非从外在加起我们良心与真理 而是 借着开启我们智慧慈悲之门 找回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 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 因此求道后 所有真修实行之人 皆是自动自发的 师父 求道后 若我们不照良心愿而行 并非将出现任何外力 来强制我们遵循此愿 而是将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 由真我良心督促自己 而自然改过向善 四 圣凡兼修 兼我之实践 并不局限于教堂或寺庙之中 因此 现今大道普传 并不要我们家设业 到深山古寺之中修炼 而是再不影响家庭工作学业之正常情况下 圣凡兼修 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一言一行 皆能以天理良心为一归 就是真我之实践 物由提升自己 而兼善天下求道后会使我们生活更充实 心灵更和谐 而更重要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尽一己之力 且自身之提升 影响周遭之人事物 继而会成一股力量 在这只是天理良心日虚伦丧之潮流中 匡正人心 力挽黄澜 如此必能早日实现先天大道普传之宗旨 及弥勒佛的原词大愿化 华无泽的人间为人间净土 华纷乱的世界为世间偏薄 七道的宝贵有什么病症倒是宇宙的至高真理 它的作用 贯穿了天地万物万类 更是我们一身之最高主宰 真正了解了这一点 我们就会体认到 道是随时随处可以被印证的 许多甜甜得道之后 发出了大诚心大信心大智慧 真修真情 皆能参悟道 不只在各教经典之中可以印证道 其实在任何时间空间万事万物我们之一身 甚至一槽一幕 接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批认至此 自然能发出永不退转之道心 而上位求道或刚求道者 则需借助于一些具有形象 看得到感受得到的印证 以见定初步的信心 依任何人 只要有求到 经过深诞天命之名诗 点开玄观正门 传授三宝者 无论其功德高深为末 死后皆是身软如年 面色如生 灵性由正门归天 东不品诗 下不复臭 善有多智数日不变 亦相满事者 目前的科技文明和医学知识 还未进步到 足以解释这种现象 但却无法否认 各事实的存在 这种现象 虽曾出现在某些宗教中 但极其罕见而珍贵 而求道之 人除性到不赌于反到败德者 不敢定论外其余 则比比皆是 肉身既显似锐香 足可正其灵性已登善尽 当无疑问 二人虽为万物之灵 其实是很脆弱的 自从生在一个世界上 就难免天灾人获得威胁 甚多以求道者 在遇到人力不可患 就知危急情况下 澄清使用三宝 皆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这种力证多得不可生数 无法在此一余力举 以上两点虽然极为宝贵 但却是任何人只要一求道 借着上帝的天命宝贵 立刻就可以得到的保障 此后 就随个人的诚心智慧及 对真理之实践 而有或深或浅不同的体验了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希望各位具有善尊 有机会能得文大道的天生女士 皆能入宝山而满载而归 皆能求道而鸿真善尽 Introduction to DAOI dial observing the cosmos and all the living beings consciously among all the earthly activities and phenomena we will find the existence of the laws of nature there is a supernatural origin which guides all the operations happening across the galaxy the earth and the human beings We call this source deal. Dao existed before primordial time, and even before the universe was merged. It is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and it thereafter nurtures all the creatures and beings. Since it is unchangeable and does not evolve with time, it is the ultimate truth. It is what all saints and sages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had been searching for. The essence of Dao is the foundation of nature. The law or the power that existed before the universe was formed is beyond description because there were no civilizations nor creatures, let alone languages. Since it cannot be applied any name, we simply call it Dao. After the world was merged, along with the mutations of the universe, We see the harmonious actions as exhibited in seasonal changes, rhythms of time and tide, and the balance of the ecosystem. We also find some conformity of human nature across various cultures. These prove the laws of nature. This is the extension of that original Dao when it is substantiated and materialized. It merged into everything that is within and within us. Now that we know Taoists present universally and yet difficult to be recognized, There have been prophets and preachers trying to make us know and understand the origin and the truth of life through various teachings and literatu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civilization. They were scattered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out history. As a result, great commandments were taught to disciples and goodness and badness were differentiated. These teachings varied,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culture, background, timing and the level of each individual's comprehension. However, they all tried to express and transmit to their descendants, This creator and chief of the universe. It is God, or what we call Tao. As we get to know it more and more, We will realize that the essence of Tao and its effect covers every existence without any exceptions. Tao is actually the headwaters of all religions. It embraces the essence of all the preaching and teachings. And yet, it is superior to the system of belief. It is the nature, the universe itself. Tao or God represents the highest authority and power of nature. It is also the headstream and superior to all. It is the unchangeable principle. Understanding Tao allow us not only to discover the center of all religious belief, But also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orgy and the highest power of nature. We will then be able to relate ourselves to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To probe further,Thou existed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all, Yet it was not anterior, which means that the creation was embedded in it. Thou emerges into the creation, yet is not posterior, which means that it is not thereafter limited. Among those created, however large, they can be measured, however small, they can be detected. It is only Tao that cannot be measured of its immensity nor detected of its existence. Therefore, it is larger than the largest and leaves nothing excluded, and yet it can be smaller than the smallest and leaves nothing not penetrated. It is ubiquitous.It merges into and governs all.It is in charge of the space, the earth, human beings, all the creatures, and all existences. It penetrates and regulates the entire universe.It is the source of all the scriptures, sutras, as well as dharmas.It encompasses all the religions,and it is what makes one a buddha or a saint.It is the single chief of all.And above all,it is in charge of each individual too. It is the divine self.This is the true meaning of Tao.We should get to know it this way and rediscover our own invaluable treasure.So,to practice Tao is to revive one's own conscience as well as everyone else's and to act upon it accordingly. Then,all people can be of one spirit,all nations can be in peace like a family,and the great harmony will come true. How precious Tao is.I.I.I.D.A.O. and M.E.The significance of Tao is in its immensity and ubiquity.It's mightiness guides the universe to carry on with changing seasons and evolving creatures.The countless aspects of the natural phenomena seem so capricious and yet really in order and in cycles. This almighty being also resides in each of us.It is the divine self,the natural quality of a person.It enables us to see,to feel,to taste,to hear,and to move without learning. While we research the ultimate truth in the universe,we should turn in upon and see into ourselves to discover that divine self.We will find the rules that govern the universe also comply with the way we are.Dow is not something too far to reach,nor too mysterious to comprehend. It is nothing particular,but has to do with our daily lives.We cannot do without it. Every movement we make.Every movement we make,in order to see,to touch,to feel andto think,is associated with Tao. Now,consider how many wonders are hidden in our body,how delicately our physical functions are carried out. For example,when we shake hands,the components involved would include the coordination of joints and muscles,the chemical reactions of energy,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through nerve systems,and the actions occurring in our brain such as issuing orders,making judgments and analyzing situations. Even with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the highest level of knowledge we have developed today,we cannot completely reconstruct such a function. Yet the ability to perform such a simple movement is there for all individuals,regardless of the level of a person as knowledge and his slash her being a grown up or a baby,a scholar or an illiterate. Theses are the kind of abilities we come equipped with naturally,without learning and being taught. It sits within us and is in chargeable.It is Tao,never diminishes nor inflates. Worldly knowledge acquired through learning can be forgotten. A gymnast can abandon his slash her techniques and a musician can lose his slash her skills without practicing. The essence of Tao and its extension are always in charge of the macro universe the nature,and the micro universe the human being as self. We are associated with it unconsciously since the first day. Because it encompasses the whole nature within us,we also call it native self. Tao is within and surrounding us. It needs not be worshipped nor debated over. Because its existence is unconditional,regardless of race,color,nationality,religion or status. It is impartial and stays constant. In receiving Tao,we not only find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but also the divine self. We get to know the highest power in the universe as well as the genuine nature in charge itself. We discover the ultimate truth of the cosmos as well as the integrity of ourselves. Recognizing that the laws which govern the universe also govern us makes us be able to return to our true nature. To probe further,the most essential concept in Tao is that we all possess it intrinsically. It is the wisdom and ability we were born with without learning or practicing. It is one as conscience,which is like the spirit of God the divine and immortal nature. It is invisible and intangible. For this reason,we call it genuine emptiness,which means that to be really empty,it goes beyond emptiness and can therefore have marvelous existence in it. Marvelous existence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ky,the earth,human beings,all the creatures,and all existences. With omnipotence,Thou is called great lord of all beings. This almighty being is not only in charge of the entire universe,but also in charge of oneself. So the proverb is,Dao is within self which is the drive of all one's abilities,a physical body without Tao is useless. This is the treasure that we should all realize and fully explore. Aye aye aye. What it is in Dao when we look around the world,we admire the miracles and wonders of nature. Countless things change and move simultaneously every second,and yet in order and in harmony. So do our bodies. Countless biochemical reactions and physical functions occur concurrently within our bodies. Without learning and thinking that comes subjectively,the thousands of activities that happen within us are the extension and action of Tao. And altogether,it is one single self. It functions naturally and automatically without the need for our intents to be involved. This is the effect of Tao within us. Tao is not only in control of the universe and nature,but also in charge of every human being in his slash her own actions. In other words,it is the same source that governs us as well as everything else. Tao is invisible and intangible,but it has been working out its magic before day one. Thereafter,languages,cultures,religious scriptures,literature,and civilization were developed. They all originate from Tao functioning within us. People don't realize it is Tao that has been residing and working within us and have used soul to represent the confusing and yet irrefutable being. Because it is eternal and intangible,we also call it true self. This true self is the most abundant,brilliant,and imperishable being. Let us take a look at our tangible body and see if it can be the true self. We know the pictures taken throughout one as life show different faces and expressions. We recognize people by face,but our looks change and are not permanent. The handicapped,with impaired arms or legs,can also lead a complete life. One with a transplanted animal heart is still a human being. Even our brain cells keep decreasing and changing every second from the moment we were born. Therefore,the physical body is only the interim residence of the true self. Though it seems so real,solid and alive,it turns into dirt eventually. We call it false self because of its tentative and transient nature. By recogniz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ue self and the false self,we understand the reason and importance for us to receive thou. Luckily,we a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of receiving thou and learning the three treasures. The three treasures are straightforward yet profound. The meaning and details of them will be illustrated through the right of receiving thou. Here,we only discuss two issues. First,by receiving thou,the true self gets plant out. It leads to our conscience. Upon the time when material pursuance surpasses spiritual seeking,giving up the true self only makes us a walking corpse. In order to fulfill and satisfy the sensational desires of the false self,we may commit wrongdoings and harm others,eventually creating troubles for ourselves. Our inner conscience is identified and enlightened by receiving thou. Thus,the body gets to a work with the spirit in a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harmonious way,making our lives joyful,and meaningful. Second,by receiving thou,the front door or main gate of our bodies gets opened. It leads us to conscience,mercy and wisdom. When we leave the house,we leave through the front door. If the front door is locked,we may have to leave through the back door,or even by breaking the window or jumping off the balcony. We may fall and get hurt by doing so. Our body is like a house,and our soul is the master who lives in the house. One day,when the body is aged and depleted and the soul has to leave,we can imagine its horror if it cannot leave through the correct exit. This is the pain and discomfort human beings experience at the coming of death and after death. As we know,for most people,when they are dying,their body shows stiffness,and signs of helplessness and confusion. After we receive thou,the door of life and death will be opened. Being able to receive thou and thee three treasures while having the door to heaven opened,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recognize the true self and the thou that dwells within us. We are going to treat people and the world with conscience and make our lives more meaningful. We can transcend life and death. Within a hundred years,we will be able to return to where we came from. Therefore,the heavenly thou is also the way to return back to heaven. To probe further,the enlightenment of thou is superior to studying thousands of sutras. This is the value of thou. This is the value of thou. The enlightenment of thou opens the main gate,the front door,which is the entrance to heaven. It gives us the guarantee to be exempted from rebirth cycles and to reach eternity. The superiority of this enlightenment lies in that it surpasses Buddhas and saints,it exceeds the spoke of sutras and dharmas,and it transcends the universe. Tao is therefore source of all sutras,king of all dharmas,mother of all Buddhas,and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Transcendence of rebirth cycles leads to eternity. Being imperishable,thou never deteriorates,and we have never lost it at all. Hence thou is the direct way back to heaven. By receiving thou,we act upon our conscience,gain more wisdom,and find the door to heaven. In addition to these basics,we also benefit from the following for our lifetime. A being away from sufferings and closer to happiness. The troubles and worries we face in our daily lives mostly result from our disregard of the true self. Receiving thou helps us to recognize the thou that has been dwelling in us and to restore the beauty of the true self. So that our behavior and mind is free from being controlled by the earthly pleasures and being swayed by the losses and gains of the material world. Since our minds are cultivated spiritually,devils would not approach and get close to us. Thus,our fortune can be altered from bad to bright,and we can obtain real joy. The being away from disaster and calamities doubt has been passed on through generations to a one single mast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human history. The threat of its passage weaves through ancient civilizations,including China and India. However,in recent centuries,human beings have been trapped by materialism and a weaker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Wars prompted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ful lethal weapons. In reviewing the thousands of years of human history,we realize,in just less than 100 years,there had been two major world wars,which caused numerous killings and tragedies. The ab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also destroyed the ecology,causing damage to the osomosphere and the unbalance of the climate. The corruption of human beings minds has called the natural disasters to come. The human has created calamity. God,with his mercy,makes doubt available to everybody in order to save good people. After we receive doubt,with the true meaning of doubt in mind,we will be conscientious. We can use the three treasures whenever something dangerous and incontrollable happens to us. We will be able to get away from bad encounters. This is a confessed fact. See,transcending life and death life is a mixture of happiness and bitterness. Throughout the journey of life,we experience birth,growth,aging,illness,and death. Joys are momentary and wealth is here today and gone tomorrow. Rather than seeking the pleasure of material life,the wise make full use of their lifetime searching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and eternity. In old times,doubt could only be received after harsh self-cultivation. Among the hermits looking for the master in order to receive dao,only very few could obtain it. Whereas in the century,dao is allowed to be spread and transmitted through the authorized masters to the truth seekers. The master points out the main gate of life and death,assuring the completeness of our true self. With the true self as our guide,which keeps us away from evil and greed,it helps us think,speak,and act in accordance with our conscience and intuition. Death then becomes the return of our soul to the eternal and peaceful home where we came from. Thus,we will have lasting joy. The achieving sacred beings the enlightenment of dao,which reveals the true self,is like the planning of the seed of righteousness and integrity. Through self-cultivation and self-improvement,the nurturing of wisdom,kindness,and purity,it will blossom and produce the fruit of sacred mind and eternal life. In time of overwhelming utilitarianism,dao is the lighthouse to the truth. Receiving dao,and then cultivating ourselves,not only improves our own lives,but also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o better the world. After we receive dao,we act upon our conscience and care for people around us. We cherish dao and disregard personal disadvantages. Then we make an effort to spread the message of dao to the world,in order for everyone to benefit from it. We are devoting ourselves to the work of God,and certainly will achieve spiritual perfection in both this world and the world afterlife. To probe further,the supremacy of dao is based on the heavenly decree of God,by which grandmasters can perform the passage of dao. The enlightenment of dao from grandmasters directly opens the main gate of our bodies,which revives our divine nature. It reveals that heaven is not beyond oneself. Instead,one as true self merges into the entire universe. This is the supremacy of dao. 1. With the heavenly decree,the enlightenment of dao is extremely profound and marvelous. It cannot be completely expressed by any words of languages. It is not recorded on any scriptures or sutras. It cannot be described by preaching,nor can it be acquired by human intelligence,nor derived from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nor achieved from gifted talents. Because the above mentioned all have to be created and can be eliminated,which means that they cannot last forever themselves. They all bear partiality and cannot be applied universally. Hence,they cannot surpass life cycles,nor can they reach eternity. 2. The wonder of the effects and omnipotence of dao is beyond words. It is the wisdom that does not come from learning. It is what we acquire from God and possess intrinsically. It is the same divine heart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It is conscience,the holy heart. It is the divine and immortal nature the spirit of God. 3. Dao is too marvelous to be described. It makes us know without learning and function without practicing. It is a prior wisdom,perception,protency,and ability. It acts not constrained by words or languages. It functions without thinking,intents,or even actions. However,it can create the sky,the world,the human,all beings,and all existences. All these,after being created,still cannot carry on without dao even for one moment. Dao is therefore called great lord of all beings. 4. Without dao,the stars and planets in the sky wouldn't he have been in order. The sun and the moon couldn't he have illuminated or revolve properly. Then the yin yang energies wouldn't he have circulated. And,as a result,this world wouldn't he have been suitable for all of us to live in five. Without dao,the five primary elements of the earth,metal,wood,water,fire,and soil. Wouldn't he have been balanced and complemented one another,which could have put the entire world in chaos. Mountains would have collapsed,lands would have cracked,and oceans would have dried up. Likewise,this world wouldn't he have been an environment for us to live in six. Without dao,we,human beings,wouldn't he have been able to walk,to see,to hear,to speak,or to move. Our physical bodies would deteriorate quickly into a pile of soil in a hundred days. 7. If one really comprehends the effects and omnipotence of dao,and can practice accordingly and persistently,one can communicate with and be united with God. This is the absolute truth. It is a glory and marvel beyond description. Therefore,it not after death that one becomes a Buddha. It is when one is still alive that one achieves being a Buddha. And to be a Buddha is to revive and hold onto a one as divine and original nature. This is what we benefit from attaining and practicing dao. The what do we need to receive dao we have discussed the many benefits we obtain after receiving dao. Some would wonder,why there is so much given to us. Of course,we should realize it comes from God as grace toward human beings. This allows dao to be spread around the world,especially at the approaching of the worldwide calamity. People with merit and conscientious mind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learning about dao and the way back to heaven. It always holds true that people who had the fortune of receiving dao are derived from the tree of righteous ancestors. In addition,during the passage of dao,it is required that we make promises to God that day. After we receive dao,we will keep in mind the true meaning of dao and put it into action in our daily life. What we speak and what we do will all be based on our conscience. The after we receive dao,we offer help to those in need of it,and do our best to indicate dao to more people so that they can all benefit from the grace of God. C. After we attain the three treasures,we promise not to tell them to any other person. The three treasures can only be transmitted through authorized masters in front of God. If we reveal them to any person,they become invalid to the person,and we also defy the heavenly decree. All the promises required are reasonable and achievable. It goes with our nature. If we practice and keep the promises,we will be able to become a wiser and a better person. We will become merciful,and nurture the good seed of dao planted in our mind. One last thing to mention is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we are able to receive dao is due to the good deeds of our ancestors. Therefore,as we persistently practice dao,our ancestors will also benefit from it and so will our descendants. As long as you are prepared for the above mentioned,you are qualified to receive dao,no matter what nationality,race,or religion you belong to. C. In order to be exempted from the rebirth cycles,to avoid the ordeal of hell,to alleviate the suffering and misfortunes in our lives,and to be able to return back to heaven after death and enjoy permanent happiness,we have to receive dao. C. And the general qualifications are,one,to be with a compassionate heart,and to be fortunate enough to be born in a time when dao is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2. To have sold the seeds of virtue by helping many people and offering lots of charitable services in the previous lives. This is the divine affinity with God. 3. To have ancestors with beneficences and welfare work as well. 4. To meet the introducer and guarantor who indicate the way to attain thou to me. 5. It is very likely that,in the previous lives,we did charitable services together,or we sell c-u-l-t-i-v-a-t-e-d together in the same religion. 5. So,in this life,when dao is available,we can help each other out and practice dao together again. 6. So time is right for dao due to our divine affinity. 7. Di. What impact does receiving dao have on me as we mentioned before,and like the old days when hermits had to leave their families to receive dao through meditation and self-cultivation,dao,at the present time,can be received in a way that is applicable and conforming to our practical. 7. Needs. We don't even have to give up our lifestyle in order to attain dao. 8. By the grace of God,dao is intended to be delivered to the public at all levels of occupations and around the world,rather than being limited to a privileged group of people. 9. The impacts that receiving dao can have on our daily life ar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a receiving dao creates no conflicts with any religion's dao governs the universe including all human beings. 10. It existed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any religions. It is concordant with all religions,in the sense that religions preach the awareness of conscience and the pursuit of the truth. 11. We don't need to give up our religion in order to receive dao. On the contrary,by receiving dao,we will have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 12. The conscience becomes our ultimate guidance due to the variations of cultures,customs,backgrounds,legislation,and value systems. 13.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a universal guideline for all of us to follow in our daily life. 14. In receiving dao,the main commandment is to act by our conscience,the true self,rather than by literature. 15. We should be sensitive to the conscience,rather than be familiar with the laws. 15. See,we will voluntarily keep the promise made while receiving dao through receiving dao,we are not offered conscience or true self,but merely the opening of the door to a wisdom and mercy. 15. Therefore,we restore the heavenly principles inherent in us,and strengthen the power originating from our conscience. 15. There is no external force that makes us keep the promises and commitments that we made when we received dao. 16. The only force comes from the guilty feelings that result from our misbehaviors,which reduces the mistakes we make. 16. The practicing dao can accommodate our worldly affairs.The fulfillment of practicing dao and conscientious awareness does not have to be accomplished in a temple or church. 17. It is not required to abandon worldly belongings or relationships in order to attain the ultimate truth. 18. Each individual can still have his slash her family,career,and schooling at the same time. 18. As long as we keep in mind the basic guideline we should have are practicing dao and getting closer to our divine self. 19. We will make a better world by improving ourselves first after we receive dao,by realizing the true self and what we are,the feeling of joy comes to us. 19. The improvements on the quality of our spiritual life will affect people surrounding us. 19. By interacting and working together in dao,we will make the world better with lower crime rate and less pollution. 20. The wish of Maitreya will finally come true to turn the world into God as kingdom and make people all live in harmony. 20. Di. What can attest the validity of dao dao,due to its completeness and generality,regulates the totality of all beings. 20. Many people,after receiving dao,with their wisdom,faith,and devotion,realize that dao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at governs all things. 21. They comprehend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not only through literature,but also through daily living and nature. 22. Their faith in dao becomes strengthened and they move forward in their spiritual life. 22. However,for people who haven't he or just received dao,dao can be confirmed through revelations. 23. Anyone who has received dao with the front door open shall die peacefully. 24. One proof of this is that for those who have received dao and died,their bodies remain soft and their faces vivid. 25. Since the soul leaves the body through the correct exit,the corpse can actually remain UN corroded for a few days. 26. With the most advanced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26. However,it is a fact that cannot be denied. 27. This has happened before in some religions,but very rarely. 27. For people who have received dao,this kind of testimony is ubiquitous, unless they have committed serious sins and corrupted their own mind. 28. This can prove the soul has reached an ultimate harmony. 29. The being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things on earth,human beings are nonetheless weak. 29. Since birth,we are subject to unpredictable accidents and natural disasters. 29. There had been many people who encountered danger,used these three treasures with faith,and got away from the danger or reduced the damage to the minimum. 30. Testimonies of this kind are numerous. 31. The above two mentioned are rarely heard of and difficult to believe,but they are the immediate security given by God once a person has received dao. 31. Thereafter,with each individual's faith,with each individual's faith,wisdom,and the accumulation of good deeds,one will come to know the truth more and more. 32. It is up to you to experience the value of this treasure. 32. I hope you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dao,experience it in your life,achieve ultimate perfection,and realize eternity. ndrobucd islandudao.html 天天大道簡介中英最兆 ndrobucd island ndrobucd island 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七道的宝贵有什么病症,以何为先偏大道先偏大道又简称道? 我们若仔细地去观察,心窍开悟之后,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趣,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 也都有一定的法则。 各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 道能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不曰天天大道。 道者理也,理就是真理。 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道即已存在。 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 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 道因为无取无来,不生不灭,乃代表着宇宙间更不不变的真理。 道的本体,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 在混沌未叛之初,宇宙间只是一环灵妙底。 无天无地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 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 故大道无明强明曰道,我们也是勉强用道这个名词来代表它。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鞋有条不万的运转。 这就是道的妙用。 道大理为。 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 因此在两三千年前,各教圣人应运出使各化一方。 针对当时天时地利及众生的根气,留下千金万点,穿下诸多血恶从善的修食法门。 同时,也让云云众生认识了明明中。 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 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均是一名而同意。 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就会了解,天地间食物一物不是导致本体与妙用的合一。 因此,道虽然寒盖各大教门的经义,为天门万教的总源头,确实不居限于宗教的领域里。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更能为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道之真理,在先天之先不为天,在后天之后不为后。 其大上有可量,其为上有可止。 为道其大不可量,其为不可止。 不所以大无不包为无不入无所不灌无所不通无所不测。 贯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贯彻了三十三天万,贯彻了千金万典,贯彻了千法万法,贯彻了千教万教,贯彻了千佛万祖,贯彻了我之一身。 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意。 人,人必须知真觉。 一击是人,人与我我,与人人良心之行也。 此乃万众一心,万伯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 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造的宝贵,在于他大而无所不包,细而无所不入。 天地生成之后,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 各有其时,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交长,各有其虚。 而最宝贵的是,各天地万物的主宰。 同时也是,我们人一身之主在,约信底,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吃,能动。 因此,我们不只要看求天地间的智力。 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先天大道即是性理真传。 道的宝贵。 并不在于他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而是在于他平时。 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他的本体与妙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即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做出的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应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 不论是学是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是兵贩夫走足,不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 人与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增无间的良知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身的道。 我们有学体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忘记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 而道的本体和妙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校长,小而能主宰我们一身知识听言动。 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却有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 这不增不减,本自举足一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又称作自信老。 我们了解了,各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 无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平贱富贵,均无分无别。 因此,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 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身的真正主宰。 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治理,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 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 原来不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即是我的良心。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天心即是道心,此心无情无相,即是真空。 真空之以妙,空而不空,空中妙有。 妙有者,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分也。 妙有者,万灵真宰也。 主宰天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宰。 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 不曰道在无身,一切万能。 道理无身,此身败不亦能。 先天大道如此宝贵,乃人仍必须追求之道也。 三求道是求什么静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宇宙。 我们往往会散造物主的神奇。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 我们身上的这个真理不也是一样吗? 每一分一秒。 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 不用学习。 不用思考其作用。 虽成千上万, 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 一切有条无问自然而成。 道在无身,运用自如。 在眼能视。 在耳能听。 在口能言。 在鼻能闻相臭。 在身能运用情动作是。 此即道在我身之妙用。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只主宰这天地万物。 更主宰我们一身。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我一身主宰。 并非二也。 道的本体无情无相。 我们肉眼看不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 仍是好好的活着。 我们的内脏呢? 现在科学昌明。 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地质入人体。 我们不能因此说。 这人不是他自己了。 就算猴的脑细胞。 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不断的再坏死减少和变化之。 因此,有形有相的肉体,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 肉体虽然看似真实,却无时无刻不在改变之中。 不须数十年,又变成一堆黄土。 因它不是永恒的,我们称之为价我。 对于真我和价我有所了解之后。 我们也就可以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 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天天大道。 求得的就是三宝。 三宝简单明了,但也博大精深。 其内容在求到时会详细解说。 现在只简单的提出两点。 首先,求到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 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 在物质文明远较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 假若迷失真我。 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 若是真假为真。 更使我们为了忙不满足嫁我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 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 因此,求到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 真我、假我、血条融合。 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 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 其次,求到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 又称良心之门、智慧之门、慈悲之门。 这个门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 自然由大门离去。 如果刺门无法开启, 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 就可能会摔断腿。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 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 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 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 被过令寻旁门。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 其肉体皆现现山将命恐惧无助。 与挣扎之相。 求到就是开启我们的生来死去之正门。 也就是通天大度。 因此,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到。 求得三宝。 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 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 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 自然以良心作为带人物之准则。 使人生更有意义。 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 得到超生了死的宝藏。 百年之后。 回到我们本来不家乡。 所以先天大道又是回天之道。 先天大道之宝贵。 即是千金万点不如一点。 此点打开玄观正门佛门。 天行大路一步直超极的永生之道。 此点宝贵。 超佛月祖超金月点超月天地。 得到这一点宝贵。 它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 不曰超生了死体的永生。 不悔不灭之千天大道也。 此能即是人人原来不有的。 必须返回天之道也。 此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缘求道。 能够开启良心之门智慧之门通天之正门。 这是第一步。 这宝贵的道还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意。 离苦的乐人生在世。 遭受种种之苦恼。 就其增缘。 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我。 求道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 照回我们奔走是真智慎智美剧族圆满。 永恒不休的真我。 在日常言情之中发挥真我。 使我们一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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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且。 至于至善, 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 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 心为一身之主。 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则不相随心转,还可以改变命运,趋及彼凶,朝向光明,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逍遥自在。 二,若比难自有人类文明以来,道的真意便代代单传独受,其末络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如中国、印度等。 奈何,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比,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甚至竟相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无数挑战,伤亡无数。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造成大气臭症层之破坏。 全球性气候的改变,人心之变,散造了天灾人或连连,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靠谐。 因此,上帝红恩慈悲,特将大道谱传于世,以挽救良善。 求道以后,我们时刻存这道心,以良心待人处世,当遇又人类不可挽救的灾祸时, 只要成心使用三宝,必能栽必结,逢凶化极。 此事,验证甚多,不生美举。 三超生了四人生,又如一段苦乐相参的旅程,遭受生存竞争衰老并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 而人间众就欢乐又往往是短暂一变的。 尤其当旅程结束时,终就成空,归宿渺茫,更不禁令人稀毒畅茫。 是以智慧者又见于此,乃以超生了死。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为人生至高之目标。 古代先修后的,因此故人为求操生了死,尽必生之力苦修苦行。 仍难以访个名师达成心愿。 如今大道库传,先造后修,再求到过程中,天命名师一旨,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 天父与超生了死的宝障。 我们得到以后,认识了真我,以真我为主宰。 愿离邪心谎念,让我们的心念言与行为。 无论在人处是结合于良知。 百年之后,天我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 永享平安喜乐。 四成圣城前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城前的正因道种。 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清净灌溉它,它必然萌芽开花。 结果,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 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更使得我们有机会可以奸善天下。 求道之后,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 不计的人得失荣辱。 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道的好处,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 静其一生,精净不屑,则在世集成就圣贤事也,归天之后,必正圣贤果未无遗。 先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 天命,就是三朝明师,明师,一点玄关开,打开正门佛祖来。 天堂飞在我身外,天上地下我都在。 此乃先天大道的尊质贵至宝也。 先天大道,天命宝贵。 三朝明师,这一点妙至极意。 非是在言语文字相声音可得。 非是在天经万点上的。 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 非是在世质变聪上的。 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 非是在财高八斗上的。 一上皆是生死法对待法。 非是超生了死托对待了生死之法也。 此自己的先天大道妙又妙能的宝贵。 其妙即意,此者是无师智,此智是妙智妙慧。 此智此慧是我的来不由的。 由先天带来的。 一即是在找回来天地人万物万类未生以前我的初心。 即我良心天心道心老心也。 先天大道之妙,此妙之贵,妙不容颜,不学而知,不学而能。 一即是先天带来的。 先知先觉,妙用妙能。 此知此觉此能此用。 不用言语文此声色,不用思想,不用念头,不用言听事动。 而生天地人万物万类 生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 这天地人万物万类 时可分妙也一步开其妙用妙能 不约万灵真主宰也 摄着天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和汉星斗乱续 日月无光 亦不能轮转 则阴阳二气不能流通 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 人人皆不得其生存 摄着大底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这金木水或土不能相配 则遣像丛生 山峰地裂海水枯干 亦使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 人人不能得其生存 摄着人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寸步难行 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口不能言 总之全身不能动作 一百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 此乃天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 妙之吉 摄着若觉悟认识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的支持而实行 即是天人和以天人一体治理绝言妙不容言 不是死后成佛当体即佛已 不曰如来佛如是佛也 此内的天天大道修天天大道之好处 物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到 求到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 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到 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 事实上 我们能得闻先天大道 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 将自古不清洁的大道复传于是 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 另一方面 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 祖上有得根基深厚佛缘成熟 才能够顺利求到 此外 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 发一个良心愿 此愿可归纳为三个要点 亦得到以后 愿意明悸病是建造的精神 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 皆愿意良心作为一归 二得到以后 愿意能力所及 住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愿意多了解道的意义 并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 三得到以后 绝不将求得的三道告知任何人 三道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 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 若有我们写录给其他人 则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 我们自己也为散了天律 这良心愿合乎人 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 所以我本人人都能够做到 真诚实践良心愿 也必须滋润我们求道 实种下的智慧慈悲 这良心愿之正因道种 使他顺利蒙芽开花结果 才不致虚度这天在南逢的求道修道良辰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能顺利求道 原因之一即是沾了主得的光 是顾上天开恩 只要我们修道有恒 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 超生得救 我们的子孙逆的硬帝 对父母祖先尽大小 这是最好的机会 只要具备以上条件 则不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价的人 都可以求道 欲求得天天大道 脱出轮回之苦地欲之灾 世间的穷通受幽观寡孤独生老病死苦 而返天堂永享天伦之乐者 必须我又得欲六万年良成家其的幸运 我本人心地善良 我有先天真基身厚 也就是我本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 四季天圆 我本人祖先有功德 做善事 四季祖上有德 我牧人欲道颖宝师赌博得道 四佛缘以智 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 我一同有修过宗教 今生欲天道 将是一同得道修道 此乃佛缘以智 六求道 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现今正直上天恩开 先天大道普传 正就良善之时 不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巧 与众生起基为原则 因此修道 不会对我们正常的生活 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这与一旺许多人苦修苦练 甚至出家的修行方式有很大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 先天大道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 适应社会的各个阶层 穿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使人人皆有共沾天恩的文大道的机会 关于求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我们又以下几点来看 不愿意与任何宗教没有冲突到 代表着天地万物及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 与真理 不止在各大门创始之前 甚至在天地卫生以前 道就已经存在了 因此任何教门 只要其教义是追求真理及实践良心 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 事实上不止宗教 只要我们以探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 则自然界万事万物皆能与道稳和与印证 若我们缘由某种宗教信仰 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 也不会是我们背弃缘由的信仰 反而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 有更深一层的体认 二、以良心经为最高规界 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代 背景法律条文及价值观念都不完全相同 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规界或条文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 所以,求道后的规界 着重在我们每个人真我良心之实践 由真我良心主在自己 而不是在经典之背诵上及律法之钻研上下功夫 三、不照良心愿行 有和透过很重要的一点 求道并非从外再加集我们良心与真理 而是借着开启我们智慧慈悲之门 找回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 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 因此求道后 所有真修实行之人 皆是自动自发的 师父 求道后 若我们不照良心愿而行 并非将出现任何外力 来强制我们遵行此愿 而是将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 由真我良心督促自己 而自然改过向善 四、圣凡兼修真我之实践 并不局限于教堂或寺庙之中 因此 现今大道库传 并不要我们家舍业 到深山谷寺之中修炼 而是再不影响家庭工作学业之正常情况下 圣凡兼修 在日常生活中 时时刻刻一言一行 皆能以天理良心为一归 就是真我之实践 物由提升自己 而尖善天下求道后 会使我们生活更充实 心灵更和谐 而更重要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尽一己之力 且自身之提升 影响周遭之人事物 继而会成一股力量 在这只是天理良心日虚伦丧之潮流中 匡正人心力挽狂澜 如此必能早日实现先天大道库传之宗旨 即迷勒佛的原词 大愿化污泽的人间为人间净土 化纷乱的世界为世间天佛 七道的宝贵 要什么印证到是宇宙的至高真理 它的作用贯穿了天地万物万类 更是自我们一身之最高主宰 真正了解了这一点 我们就会体认到 道是随时随处可以被印证的 许多天天得道之后 发出了大诚心大庆心大智慧 真修真情皆能参悟道 不只在各教经典之中可以印证道 其实在任何时间空间 万事万物我们之一身 甚至一朝一暮 皆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批刃至此 自然能发出永不退转之道心 而尚未求道或刚求道者 则需借助于一些具有形像 看得到感受得到的印证 以便定初步的信心 以任何人只要有求道 经过身但天命之明诗点开玄观正门 传授三宝者 无论其功德高深为末 死后皆是身软如绵 面色如生 灵性由正门归天 东不品诗 下不复臭 甚有多智数日不变 亦相满事者 目前的科技文明和医学知识 还未进步到足以解释这种现象 但却无法否认各事实的存在 这种现象虽曾出现在某些宗教中 但极其罕见而珍贵 而求道之人除性 道不足于反道贷德者 不敢定论外其余 则比比皆是 肉身既显似锐香 足可正其灵性以登善境 当无疑问 二人虽为万物之灵 其实是很脆弱的 自从生在这个世界上 就难免天灾人获得威胁 甚多以求道者 在遇到人力不可换 就知危急情况下 澄清使用三宝 皆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这种力正多得不可生数 无法在此依于力举 以上两点虽然极为宝贵 但却是任何人只要一求道 借着上帝的天命宝贵 立刻就可以得到的保障 此后